失败的自强运动,慈禧太后与北洋舰队 咸丰十年,西元一八六一年,宝京列强摧残的中国,终于出现一批有见识的官员,奏请朝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出现了一股革新的力量 这些官员,包括中央的易兴,还有地方的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航等人,打算在中国推动仿上西方军事武力的运动,这就是自强运动的开端 数年后,同志皇帝驾风,慈禧太后选定当年年幼的代前几位,计为光绪皇帝 由于皇帝年幼,慈禧太后全联听证,朝政大权再度回到慈禧太后手中 光绪皇帝登基后,自强运动的诸多工作仍持续进行 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中国第一支新式海军,北洋舰队 而建立舰队的工作,便是由当时最受慈禧信任的大臣李鸿章一手主持 为什么要建立北洋舰队呢? 这是因为西元1874年牡丹舍事件,日本侵犯中国海江 李鸿章发现,日本逐渐强大 因此说服当局,成立一支由中央直接捅侠的海军,好对抗日本 于是,倾情向西方各国并购新式巨型战舰 并聘任外籍顾问训练海军 西元1885年,北洋舰队正式诞生 经过几年的整顿,北洋舰队具备规模 西方军事专家甚至一度认为,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是亚洲第一 并且排名世界第八 但是在这个时候,本来应该拨给北洋舰队的经费却逐年减少 到了西元1891年,北洋海军的发展更是完全停顿 原来是慈禧太后为了庆祝六十岁寿臣,下令在北京竞交修建颐和园作为晚年的军所 使得本来应该拨给海军的巨额经费,竟然被挪用了 李鸿章见到这种状况,赶紧劝建慈禧不要挪用海军经费 但其他大臣并不支持李鸿章的主张 反而迎合太后,李鸿章只好遵从慈禧的命令 现当北洋舰队经费缺乏时 日本正由明治天皇,下令全国上下,请力发展海军 大量从欧洲购买最新型战舰,并配置先进的大炮 新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旺发 原本为防御日本侵略而设立的北洋舰队 在战争中,全军不落 证实了自强运动的失败 中国的自强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早展开 其先投入大量人力与精罪 然而,甲午战争却证明自强运动不堪一击 各位同学,觉得为什么这场历经三十几年的改革运动 最后是以失败收场呢? 请试着想想看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